今天有一個媒體聯合報 他公布了一個最新的民調 這9月9號公布了民調 但當然這不是9月9號做 是之前做的 那他們是說 那如果撒卡都的話呢 蔡英文領先33% 韓國瑜掛車尾26% 然後呢 郭台銘還贏他1%27% 你看這麼厲害 這覺得很奇怪 沒做什麼事 居然還會試個民調上升 原來每天掉胃口 民調就會上升 這招可能要學起來 然後呢 是否贊成郭台銘參選 他有對選民結構做分析 有45%的贊成 37%反對 表示社會上多數人贊成 郭台銘參選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以在 那個選民結構的分析來看的話 藍營的支持者 60%是反對 贊成32% 綠營的支持者 62%贊成 23%反對 綠營的人去贊成郭台銘參選 那當然因為這樣子 郭台銘出來國民黨 才會被裂解 是啊 所以他的目的 就是要去裂解國民黨 這樣蔡英文才會當選 是啊 這是非常明顯 很顯然綠營現在正在灌票 給郭台銘才會造成郭台銘 看起來民調好像高漲一樣 不過如果以這樣 乾脆民進黨來提名郭台銘好了 是啊 我覺得乾脆你們要不要 搭配一起選一選 62%贊成郭台銘的 是 所以你看不贊成的理由是什麼 最多34%初選落敗 你沒有誠信嘛 然後22%認為你根本不適合選總統 11%的人認為你會 瓜分韓國瑜的選票 其實會認為他 瓜分韓國瑜選票的人 你有沒有注意到越來越少 表示因為藍軍支持者對郭董的信賴度 越來越低 大家開始歸對了 所以當現在出現這種很明顯的 綠營在灌票給郭台銘的時候 郭董事長 你確定 你真的有實力出來參選嗎 但有話 我們注意到 聯合報9月9號的民調 這樣子出來了 可是更重要一點是在於說 馬英九在台上的時候 他這樣子被請下台 這是個事實 可是大部分人就是重點在於說 因為當時郭台銘 究竟是誰把郭台銘找出來的 當時大家說的 昨天在現場的人氣憤的是 因為郭台銘的出現 但是今天網路上面 也有人在報導說 9月13就在中秋節當天 郭台銘就正式要宣布參選了 他的聲明這麼一出來的話 難不成這樣子開始 就從這禮拜五開始 一路亂 要亂到年底了嗎 如果不是郭台銘的因素 我相信王金平的院長 也不會拖到現在 所以他們兩個那是連動的 當時郭台銘他出來 大概是應該算是過完年 元宵節之後 國民黨前高層 我上個禮拜已經講過 前高層在運作郭台銘 那一天開始就注定了 國民黨他會裂解 我也在上個禮拜我講 他的雲台28將 現在已經就定位 雲台28將就定位 東西南北 你其中是以北部為主 為什麼以北部為主 從大數據上面看來 郭台銘在北部的票源 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那麼多 這一點是跟柯文哲做的 大數據是吻合的 他的票源是在中南部 換句話說他在中南部 必然是瓜分到誰的票源 韓國瑜的 在中南部的票源 好 現在說了回來 郭董為什麼是中秋節 各位知不知道 中秋節連假三天 你這三天大家沒有新聞 對不起 如果我郭台銘宣布退黨 宣布參選的話 你意思說最大聲量 變成是郭台銘嗎 就是接連三天 接連三天 事實上我的瞭解 應該是明天 明天他會有一個動作 但是這個動作那是什麼 我不知道 然而我的朋友講APP 我已經講過了 APP的設定都已經設定好了 都在網路上面 第二個就是說 是說十天衝百萬份 一天十萬份 也是我第一個講的 從這些準備的動作當中 我想問龍介 我也想問國民黨高層 你們到底努力過了沒有 到底有沒有努力過 第一個 有沒有努力過 第二個 當時候勸郭台銘出來的 我們今天可以不用追究責任 但是他必須他要說清楚 你當時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 讓郭台銘出來 那第三個國民黨的前高層 你們應不應該對藍雲群眾 你發表一個重要的聲明 這個重要的聲明 是對郭台銘的參選 對郭台銘的參選 對郭台銘的參選 你們不贊同 但是最重要的 這些前高層 你必須站得出來解釋一件事情 如何維持國民黨的團結 因為一旦你郭台銘他宣佈參選的話 第二個你馬上出來了 就王金平院長的問題 他就馬上出來了 那你王院長他也會宣佈退黨 當他也宣佈退黨的時候 接連兩個 一個郭台銘 一個王金平 你不要說王金平的民調 只有8%或者5.6% 這些都是選票 你國民黨到底要不要 這一些選票 那些選票也是不能流失的 這一些選票 尤其郭台銘出來以後 你王院長的問題怎麼處理 這些5.6%就是關鍵少數 所以我覺得就是 在郭台銘宣佈參選前 你國民黨一定要告訴藍雲群眾 我們如何團結 我如何來處理 郭台銘跟王金平的問題 讓藍雲群眾你了解到 這個裂解很可能 就在20201月11號 當天會敗選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國民黨就必須 還要再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民進黨的 見縫插針 還有民進黨 未來的一些政治動作 我希望國民黨都要估算到 郭董現在這時候 有可能會拖黨參選 可是記者去問到說 他的發言人說 郭董現在還是不是 國民黨員的身分 居然回答說不知道 可是我們看到 背後還有一個人虎視眈眈 那個人就是柯文哲 當郭董他跳下去選之後 柯文哲可能就操作 那斯卡都的狀況 斯卡都一出來之後 郭董你再發現重計 可能就太遲了 然後郭董跟柯文哲之間 應該是有一個默契 就我所知 我跟柯文哲的幕僚談的結果 他們說99%不會選 所以柯文哲曾經告訴郭董 你至少在宣布參選前三天 你就必須要告訴我 假如9月13號的話 9月13號他要參選 那個是媒體說的 他9月13號 中秋節 9月10號 柯文哲就一定要表態 他就應該會得到 郭董那邊的訊息 就我所知 柯文哲如果真正出來參選的話 真正獲利的那是誰 誰 真正獲利的是蔡英文 真正獲利的是蔡英文 因為郭董也好 柯文哲也好 他們兩個人看問題 都是看大數據 大數據是一種普查的結果 而這種普查的結果 都在在說明 柯文哲跟郭台銘 在北部的票似乎是很少 我已經講過北北基儀 他們拿不到北部的票源 他們的票源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中南部 你尤其是台中 嘉義 台南 這三個地方還有屏東 這幾個地方的票源 當然也割裂掉的是藍營的票 而不是民進黨的票 因為民進黨的票都是死忠票 都是鐵粉 他們明知這樣 卻還是要出來嗎 他們這樣子 他們為什麼他要出來 郭董當然他有他的願 那柯文哲是著遠於2024 為什麼他要著遠於2024 因為2024 郭董極有可能會支持柯文哲 所以他們兩個打的算盤 是完全的不一樣 那我就必須這樣子說 如果柯文哲真的出來的話 郭董 柯文哲 王金平 三個人一道正亡 那韓國瑜就是剛剛惠林講的 就我所知 過去國民黨的某一些立委 像從宜蘭 台北 新北 新竹 包含其他地方的立委 台中 他們都找了很多過去前立委 問他們要不要出來選 那問他出來要不要選單一選票 單一選區兩票制 好 一個國民黨出來攪局 好比說楊 好比說楊瓊英跟洪池庸 還有一個人 那我所知還有一個人是會出來的 只不過他還在等 如果他出來的話 你楊瓊英贏洪池庸 只不過贏差不多七八個百分點 那個人一出來的話 大概結局逆轉 三喀都 這三喀都的話 誰能當選 大家通通不知道 你要等票投了出來那天 你才知道 所以郭董現在他也在招逼買 買的都是前立委 像好比說陳傑他們等人 名單我這邊我也有了 包含盧嘉誠他們等人這些 如果這些人通通都出來 而且是打著郭董的旗號 他也不要不分區的選票 他不要民眾黨不分區的選票 那請問那國民黨會不會頭痛 所以我們今天看他的全局 我們必須要體認到 立委選情跟總統選情是一個聯動 如果你想把他給割裂開的話 國民黨應該在這個時候趕快要應變 他為什麼他要應變 原因非常簡單 除了你總統你要勝選 立委一定要過敗 如果你還是讓民進黨執政的話 國民黨極有可能會變成小黨 而且這個小黨他裂解的速度 是比李登輝時代跟連先生時代 還要的大 這一點是值得國民黨好好考慮